如果你的大学宿舍里有你认为不上进的一整天在玩王者英雄联盟看抖音的摄友,而你希望下决心好好学习有所建树,那么你应该怎么做? 事实上处理宿舍的各种人际关系真的是让人头疼得要死,省下这些精力,无论是复习课程,投身科研还是参与竞赛都会对你的保研产生不可限量的积极作用。 大学本科的社交大多都是无用社交,本所谓的社交和人脉都是扯淡。 千万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大学没有用的社交上面,尤其是宿舍关系这种。 如果没法租房子的话,那就早出晚归,把时间花在自习室或图书馆就可以。 把宿舍只当作是一个睡觉的地方,一定要坚定信念,走自己的路,大学就是用来学习的。 学费和生活费花的可都是你父母的血汗钱啊,你得珍惜啊。 珍惜父母的钱给你的钱,没毛病吧? 至于怎么学,我建议你以保研或者考研究生为目标来学。 就是三方面,成绩,竞赛和科研。 一定要抓紧时间,时间窗口很窄。 大一搞记点,大二搞竞赛,大三搞论文。 要坚定努力学习的信念,要泡图书馆,要泡自习室,要下大力气啃课本,多跟导师和成绩好的同学交流,多跟有学校里真正表现优异的人交流。 当你拿到Top985的保研offer的时候,你们就彻底不一样了。 社会自会让你那些社友付出大大小小的代价。 有些人注定是分母,那作为分子的,我们没必要,太关心分母,是怎么想的,并且也不对他们的生活,指手画脚,品头论足。 我们可以祝福他们好运,但你心里,可能也知道好运只会来找你。 如果你们专业的同学,都是跟你设有这种状态,那我真的恭喜你。 你只要稍微努力,就能璀璨夺目了。 都是靠同行陪衬啊。 抓紧把国奖等一系列荣誉拿到手。 他们都不拿,那咱就恭敬,不如从命收下吧。 可以把你你认为的那些不上进的社友统一归为loser。 loser的话能听吗? loser干什么重要吗? loser还有资格评价你。 我们都不是同一个层级的人,只不过是大学期间,很巧遇到了而已。 每次出去上自习或者是上自习回来,昂首挺胸藐视他们的感觉。 其次就是尽快摆脱这样的环境。 古人说,君子不立围墙之下,宿舍这种环境非常糟的,惹不起咱就躲得远远的,不要让他们影响到你。 索性就搬出去住。 人是容易受环境影响的,千万不要像你认为的不上进室友靠拢。 大学坚持好好学习,必定是有好处的。 最直接的,凭上奖学金,一年能多几千块钱收入。 毕业时成绩好,对保研,申请出国留学都有帮助,部分工作岗位也会参考学习成绩。 要坚持努力学习,最好的方法是尽可能地脱离不好的环境。 每天早出晚归,没课的时候多去自习教室学习,把宿舍当睡觉的地方就好。 宿舍其他人都不想学习,那环境肯定比较吵闹,想在宿舍里学习是不可能的。 这种情况下,室友关系可能不会很亲密,但也没有必要弄得很僵,毕竟每天还是要生活在一起的。 部分室友可能会嘲讽你和很爱学习之类的。 那么,你完全没必要把他们的话当回事,更没必要去反驳或者发生冲突,完全可以顺着他的话说,开句玩笑,没办法,家里穷,不拿奖学金过不下去了之类的。 其实,偶尔出言讥讽的室友也知道努力学习的好处,只不过自己没有这毅力,只能拉人下水,求个心理平衡。 我个人是没见过,因为努力学习导致同学矛盾的,大部分中国学生受了那么多年教育,成年董事后,对学习好的人,心底还是挺佩服的。 从实际利益讲,请是有人认真学习,平时作业也有地方抄,不是吗? 但是考试不帮助同学作弊的底线一定要守住,不管是抄别人,还是给别人抄,都是考试作弊,这个性质是很严重的,是可以给处分的。 对讲学金评比和考研都可能产生一票否决的作用,千万不要太讲哥们一起。 最后,只要你想学,就应该到合适的场地和环境去认真学习,调整自己的态度,而不是以埋怨所谓不上镜的一整天,在玩王者英雄联盟看抖音的摄影,学习是你自己的事物,即使应该对影响你学习的外部消极因素尽可能采取有效措施。 好好做做规划,离开那些不喜欢的人或事,祝你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